T ben Jeng 其實開Jeng 開中民意就是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這樣子的地方 來幫助流浪動物 流浪動物可以在我們店裡面找到家 不用再苦 bor 獸龍所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狗園 都因為怕 狗很吵鬧或者是髒亂 所以都蓋在很偏遠的地方 那我會發現其實這樣子 如果你要來提倡領養這件事的話 其實是很困難的 我們就結合了就是咖啡廳的方式 因為咖啡廳是 大家現在都最容易進來的地方 然後希望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自給自足 然後又可以讓大家很簡單的 就接近到流浪動物 那其實經營實體的餐廳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困難的 這兩個年之間 我們也是一直不停的在學習 這樣子也才能讓這邊的客人 一直源源不絕的進來 然後也才能幫助流浪動物送養 當初我們就有個動機想說 我們應該就是用大家喜歡的方式 用溫馨人的方式 然後透過我們的專業 然後去包裝流浪動物 讓流浪動物就是 其實是可愛的 是討人喜歡的 透過我們這些專業 然後讓別人就是喜歡他們 然後想要領養他們 有一個女生 然後一進到我們電影 看到一隻白色的狗 然後就開始一直哭 他哭了好久以後 才開始平靜一點 就跟我們說 他的狗狗前兩個禮拜才死掉 然後我們在粉絲團上面看到 看到這個嬌嬌 就是那隻白色的狗狗領養 覺得那個就是他以前的狗狗 所以他馬上從高雄來台中 他後來馬上就領養了這隻嬌嬌 現在差不多兩年半的時間 我們大概送出差不多兩百隻 同時間只有照顧三隻狗 然後六隻浪貓 然後出去一隻再進來一隻 用這樣的模式 這樣子人跟動物 還有跟客人的品質才會量好 才不會說因為數量太大 然後讓整個都是很失控的狀況 我覺得以領養代替購買 是一句沒有講完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在推廣 像你在我們店裡面看到的 完全都是沒有品種的動物 其實他們才是最需要幫忙的 曾經有好幾個領養者 他其實是來問我們說 有沒有什麼品種動物的 但是進來以後 經過跟動物的相處 還有我們的介紹以後 他把這個回家的機會 給米克斯了 我覺得看到很有價值 我也希望我們可以 我們的店可以身負這樣的責任 一直去幫助米克斯做推廣 漸漸的讓繁殖場 跟品種動物可以漸漸的消失 為什麼他們叫流氧動物 因為都是人造成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透過 一個一個他們的故事 去告訴 去喚醒大家 其實流氧動物真的是人造成的 我們要去解決這些事情 我們才有辦法 可能有一天看到流氧動物是消失的 我們要去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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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營業 我們要去消失的